會別傳統孕婦 應該少動多臥床的觀念 台灣大學碩士學成 與中正運動中心 共同發起孕婦運動體驗 不只身格為兩個孩子的媽 前主播郭惠妮且身有感 就連中信兄弟王聖偉 也有說不完的媽媽金喔 老婆生了兩個小孩 她在懷孕的期間 我也都一直陪她在做一些運動 就是簡單的 有運動自然就會有很好的飲食 就會想要多吃一點 那飲食好了 相對的對小孩的發育 對你們自己媽媽本身的 營養補充也都是會補充到的 你知道很多孕媽媽的荷爾蒙都會升高 就覺得說不行 我覺得這一點點小事情 就讓我就是神經敏感 我要爆發 所以老公常常就很可憐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 而且孕媽咪如果跟老公吵架 你心情會更低落 就變成一個惡心循環這樣 或者是說你沒有辦法控制口譽 我現在都還想吃炸物這樣子 就很可怕 這常常會發生 但是其實都是荷爾蒙作祟 那如果你已經有運動 你適當的排除了 你就可以吃得更健康 大腦理智就會告訴你 我要吃對寶寶有益的健康蔬菜 你就可以就是控制自己 然後比較不會跟老公就是吵架 媽咪好心情好身體都很重要 專業醫師指出 適當伸展及肌力訓練 可以減少運期間的腰痠背痛 以及水腫 對胎兒健康也有很多好處 吸引不少媽咪前來體驗 因為之前我就有在運動了 對啊就跑步啊騎車什麼的 然後想說不知道 懷孕之後還能做什麼 就想要來學學看 不管是運期瑜伽 還是懸吊肌力訓練 媽咪們專注投入 為了自己也為了Baby 用新觀念掀起未來的 為孕婦運動新熱潮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